成年礼是极具传统遗憾的一项鼓励 一生只有一次 表示由孩童转变成大人的重要遗殿 明道中学第28年为所有高级部三年级的学生 共1500多位学子进行青年成年礼 并邀请家长们一同见证 两项主理者行拜见 以寇之意鞠躬 谢谢汪大酒校长 这些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前迈进 永远不是一个中居 那这是一个无限的赛局 只要你在每一个阶段付出了努力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永远有下一个阶段值得期待 因此呢 我想在今天成年典礼 我要提醒所有的同学 不管你已经满18岁或者换要18岁 中华民国的民法已经修订了 18岁就是成年 成年最重要的就是承担责任 因为呢 从现在开始 不是只想着自己 明道人除了在明道发现自己 以外 非常重要的事实上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得感恩惜福 这也是我们办理成年典礼的重要原因 生中喔 再有两个重大的典礼 是一生只有一次 而且可以亲自参加的 一个就是满月 满月代表一个人的诞生 第二个就是成年典 他们叫做成丁典 就代表毕竟成熟了 要负伎社会的责任 既 官邑里面说的话 他说 从人之随为人 人之随为人 就是领义言 就是这位领义两个字 领义之识者 就是领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第一个就是 镇荣冠 就是说你要从服装开始 穿着隔体 第二个是其容颜 其颜色 就是说你要有好庄景 庄重的颜色 就是代表你行为要妥当 第三个就是顺直立 就是你讲话要非常的和顺 然后要温柔 温暖 就代表你讲话要非常的温柔 因此啊 当成年之后啊 你就对待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你的衣着要得体 第二个你的行为得当 第三个对于父母 或对其他人的延迟要和顺 如此做 你就是成年了 我相信明道的各位同学啊 其实没有成年 早就在做这件事 只是今天你要更加长这件事情 祝福各位 这种人 相适合 我是谁 我从来希望 以未来的光 也让我们的人生 感谢你们愿意放手 感谢你们愿意相信 张华人张华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